大家好 我是金阳 艾拉生的40小家伙越来越大了 他们平常在艾拉身边吃的奶越来越多了 以前我们拿着木兰过来之后能吃两节奶 现在只能吃一节了 你在这儿拱半天采半天奶吃不了了 只能吃一节 所以我们今天给艾拉炖的羊腿 还有这个蔬菜炖到一起了 吃完羊腿可以下奶 然后这蔬菜也可以帮助它补充维生素 也帮助它下奶 对吧 哎 起来坐好 坐在那儿先 羊腿我整三半 吃肉吧一会儿再喝汤 真烂 我把肉剔了也行 骨头给别的狗留了 咋吃咋吃咋吃没多少东西 怕它撑着了 我又没给它整太多 鸡蛋都没给它整 我把肉给你吃下来了 你随便走 不知道吃啥了你看 谢谢 蛤 蛤 耳朵 能搅动吗 能搅动 能搅动 我们安那儿牙口也好 原来没断肉 两口就吃完了 我们安那儿 还有一块肉呢 没错 掉出来 吃蔬菜 我们安那儿 这时候好 不管是什么蔬菜 你也弄熟了之后 往那一放 人家就 就当主食吃 对这个羊腿好像没有那么安逸 比那个什么 鱼啊肉啊 那个那个鸡皮啊 还有鸡胸肉啊 肯定那个 比这个香 是不是 你感觉羊肉有一股邪味 所以说它吃不好 一会儿就吃了 我们安那儿不挑食 它捡的就是什么 蔬菜 吃完了之后再吃这个 还在骨头 对于它来说很轻松 安那儿很少嚼骨头 正好再加摸摸牙吧 这个骨头 就让它摸摸牙就行了 吃完这一对 这个奶水 呼发的 哗哗的往下流啊 我们 这个小木兰 又有口服了 又可以多蹭了 多蹭奶吃了 几乎呢 像这种月餐 我们安那儿就得隔上一天 两天的就得给它做一次 因为它那四只 加上木兰的一只 这五只狗 吃的比那个十只狗吃的都要多 长得还快啊 这个刚刚开始睁眼 那四只 你看它那个 就跟充满月的小狗一样 你说 我妈呢 它不吃多 能行吗 能带的过来吗 多吃点吧 你那个蹄子那块吃 吃不下去都别吃了 把那块骨头给它掰下来 蹄子不要了 看那蹄子 怕它 这上面是一根筋的 哎 嗯 那个蹄子它能咬动吗 那黑蹄子能扒掉不 扒掉黑蹄子中了它 也那黑蹄子还挺软的 嗯 这是上面一个蹄架 壳 这是一个壳 吃吧 大家都喜欢看艾拉吃东西 那狼村虎燕的劲 从开始怀孕到现在 都没有停过这股劲儿 小瓦系统太好 磨牙丸吧 搁这儿